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中国国务院今天引发总理李克强日前召开会议规划实施的33项稳经济措施 主要涉及了退税降费 增加补贴 通知要求各地确实稳住第二季经济 以实际行动来迎接中共二十大召开 李克强33项稳经济措施 再加上上海将在明天解封 相关消息提振市场信心 据恒网综合报道 中国A股三大指数今天全面大涨 互指周二奏涨1.19%至3186.43点 生成指大涨1.92%至11527.62点 创业版指静阳2.33%至2405.08点 互指全月涨4.57% 生成指涨4.56% 创业版指涨3.71% 两市成交额合计人民币9362亿元 北向资金净流入138.65亿元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大涨1.38% 恒生科技指数也净涨3%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 本月月线涨幅居前 市场预计放宽抗疫限制措施 可能进一步的提振 似乎正在好转的中国经济活动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人气控股有限公司 涨幅最高达到5.1% 最新上涨4.2% 报11.48港元 在上海上市的新澳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涨3.7% 报17.84元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上涨7.0%至15.2港元 华南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涨6.8%至3.92港元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上涨8.0%至3.91港元 今年以来 由于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抑制了需求 这些公用事业公司的股价预测 年初至今 这些公司的跌幅在25%到40%之间 而现在随着上海将复工的消息 相关股价也连带上扬 另外 中国5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为49.6 高于预期的48.9 也超过了4月的47.4 这也提振了市场人气 不过PMI低于50仍然处于紧缩区间 这也是上海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连续三个月落入紧缩区间 上海在封城多时之后终于要迎来解封之日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上海将于6月1号进入解封第三阶段 及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 包含大众交通工具 超市卖场等等公共场所 都会基本恢复运行 非中高风险地区的民众可以自由出门 并且返回工作岗位 市委书记李强下令全面恢复正常 管控限制不能层层加码 未来上海市民每二到三天 需要做一次核酸检测 借此更新健康状况 因此为了确保解封之后 能够维持正常生活 顺利移动与工作 尽量日在上海街头设置快速核酸检测点 都出现了大批的排队人潮 敢做核酸检测 为了方便市民未来解封之后 常态化核酸检测 上海市大量建设快速采样点 根据上海市新闻资讯平台东方网汇整 截至目前为止 全上海已经设置了大约1.5万个采样点 其中向社会大众和社区居民开放的 站点将近万个设置在企业 学校工厂内部的专门站点大约6000个 而将解封的消息让当地民众如是重负 苹果日报报道 有上海居民表示 很难相信终于要解封了 而当地有餐厅在封城期间 只能够靠外卖营运 收入只有原来的5% 根本不足以支付工资和房租 期望解封能够带来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 不过封城结束并不意味着 能够回到疫情之前的生活方式 有银行职员表示 明天起面对公众时 他们将不得不穿上全套的防护服和面罩 一名职员表示 会带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去上班 以防有同事被检测出病毒呈现阳性 员工被要求在办公室就地隔离 另外也有民众担心 疫情如果复燃 难保封城的日子 不会再次上演 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 还出现了解封式射孔标签 意思是习惯了居家封闭的状态 反而没有了出门的欲望 对于回归正常生活感到忧虑 甚至是害怕重回正轨 有些人提到 待在家中久了 竟不太知道 怎么跟办公室同事打交道社交了 也有人说 解封来得太突然 不知如何隐隐忽然改变的生活 有意见直指 很害怕和他人接触后 又爆发疫情 再有一波封城 解封式射孔标签 累积了将近百万条的讨论 疑似因为过于消极 负面 微博现在已经剔除了红色标签显示 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 则提到 上海封城这段期间的种种经历 改变了一些年轻人对人生的想法 有人希望可以提前退缩去旅行 打消了孕育下一代的念头 因为我们这一代被欺负就够了 这一段封城的日子 对于过去将上海 当作是追求梦想之地的中国人来说 已经在无形中敲响了警钟 除了面对隔离 或者被拖去方舱医院的恐惧 许多人被迫将自己切换到生存模式 造成了深深的不安全感 也因此让他们改变对生活的计划 上海的封城措施在中国各地上野 而这也加剧了中国年轻人 对于向上阶级流动之限制的焦虑 那些相信 只要努力工作 遵守政府规定 就能够拥有更美好未来的中产阶级们 现在开始意识到习近平所谓的中国梦 可能不包括他们 报道提及 事实上在疫情之前 上海的第一出生率就已经让当局注意到 去年的死亡数甚至超过了出生人数 如今隔离的焦虑 再度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 也影响了生育意愿 有些人打算不再孕育下一代 有些人则因为现实考量 打算离开上海 甚至离开中国 中共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 三十一号闭幕 十二人当选新一届成庆市委常委 中共政治局委员陈明尔连任市委书记 媒体消息指出 其他连任的常委有六人 包括去年底来余的市长 副书记胡恒华 纪委书记宋一嘉 宣传部部长江辉 组织部部长蔡允格 以及张鸿兴 陈明波两位常委 在上一届市委中 也担任常委的重庆市委秘书长 常务副市长李明星 则升为专职副书记 接替吴存荣留下的空缺 综合多家港媒消息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张晓明 拟任中国政协副秘书长 仍为政部长级别 消息指出 张晓明在港澳领域工作长达三十六年 参与了香港基本法起草 设立临时立法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 深度参与处理香港回归之后的系列重大事件 二零零四年张晓明调任港澳办副主任 二零一二年担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 成为了政部级官员 他上任就厘清了中联办的角色 称西环不治港 但是西环要尽职 旅行好中央赋予的职责 期间爆发了长达七十九天的占领中环运动 中共十九大前夕张晓明反经接替王光雅 担任港澳办主任 二零一九年香港爆发修理风波 他当时在深圳表示 最重要的是止暴制乱 以及支持特首和警队 二零二零年初 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 兼任港澳办主任 张晓明改任港澳办常务副主任 他参与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 改革选举制度等等重大事件 并且上前线进行解说 中国国务院昨日公布澳门中联办主任换人 郑兴聪接替即将退休的福自应晋升为主任 对于张晓明的调任 有资深全国政协委员表示 在完成三场选举之后转换跑道 平调参与统战工作属于正常安排 也有消息人士指出 中共二十大将于今年秋季举行 在党代会前夕 港澳系统通常都会有高层调整 相信会陆续传来 华尔街日报披露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表示 若北京武力犯台 美国将军事介入 此发言再次挑动了中美紧张关系 中方对美方言论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强调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等等核心利益问题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保规定 恪守有关不支持台独的重要承诺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盛行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对台海和平和中美关系 造成严重损害 中方将采取坚定行动 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国国务委员建议会长王毅也警告 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地开倒车 将从根本上破坏台海和平 最终必将殃及自身 中美关系不能再恶化下去 必须做出正确抉择 而现在似乎是为了要缓和紧张情势 中美防长传出将在六月份 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进行面对面会谈 报道提到此次会谈正值美中为台湾而紧张加剧之际 奥斯丁和魏凤和的会面将别具有利益 奥斯丁与魏凤和曾经在四月进行首次的通话 当时两个人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 区域安全议题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国国防部的对话既要显示 魏凤和向奥斯丁说 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而现在美国防长奥斯丁 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都已经确定出席相关理大对话 中央社报道 中国国防部官方微博透露 魏凤和将以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为主题 在大会发言 全面介绍中方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理念和实际行动 文中指出魏凤和另外将会建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 就国际和地区形势及双方防务合作等等进行交流 目前中美双方并没有明确的公布 是否会在相隔雷拉对话期间进行场边会谈 但如果确定会晤 台湾问题势必会成为一大讨论重点 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伯斯30号率团访问台湾之际 中共解放军派出了30架四军机 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创下今年第二多次架次的记录 第一多记录为今年1月23号 一共有39架次攻击扰台 而本次中国解放军机一共出动了9种机型 其中包含了空警500预警机 运8电子侦察机 运8远程电子干扰机 运8反潜机 歼16战机 歼11战机 歼10战机 苏35战机 以及苏30战机 这也打破了解放军常态化空中抵近台湾行动机型最多的记录 另外解放军东部战区方言人施逸在本月25号曾经表示 解放军东部战区近日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种兵种联合战备 警巡和实战化演练 是对近期美台勾联活动的严正警告 施逸称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 频频给台独势力壮胆打气 这是虚伪的徒劳的 只会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 自身也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不清楚军机扰台是否与其提及的演练有关 而中国官媒也没有放过本期对台喊话的机会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称 毋庸置疑 这是解放今一次常态化的军事演练行动 但同时不乏针对性 军事专家宋忠平认为 美国挑衅行为不断 解放军军事演练也会持续化 常态化 报道引述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证件指出 此次解放军演练的是多颇次连续 不断空中突袭作战 这种演练就是告诉对岸 平时我可以让你疲于奔命 战时你只有顾此失彼的份 江南解放军要动真格 很可能就是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所说的 促然攻击一次搞定 另外宋忠平认为 此次演习是解放军加大军事斗争 准备力度的表现 针对的是台独的嚣张企业 以及境外势力 对台独越来越多 有恃无恐的支持 中央社综合报道 欧盟通过在年底前禁止 禁合约九成的俄罗斯石油 这是欧盟对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的最新一波经济制裁 也被认为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制裁 俄乌战争开打至今 欧盟已经推出了六波制裁 内容涵盖了个人 金融贸易和媒体等等层面 手段是几乎用尽 欧盟最高决策机构 欧盟理事会 在30号的临时会议 通过了对俄乌战争 进一步回应措施 主要决策内容包括 今年底前全面禁止 俄罗斯原油及时化产品进口 但是暂时排除 透过路上油管运输的原油 今年底前提供乌克兰90亿欧元 以协助乌克兰 因应紧急的资金流动性需求 提请欧盟执委会 严理成立乌克兰战后 重建平台的方案 将乌克兰政府 欧盟成员国 欧洲投资银行 以及国际金融机构 相关领域专家都纳入 集中抵制俄罗斯石油 是欧盟所采取的 第六波制裁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 制裁俄罗斯石油仪式 在欧盟内部非常难取的共识 其实早在5月4号 欧盟就公布了要制裁原油 但是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才获得欧盟成员国同意 显示欧盟在对恶制裁的分歧 而匈牙利也成为了唯一豁免 可以继续购买俄罗斯原油的国家 Politico杂志直言 匈牙利总理奥班 让欧盟成员国集体屈服 而欧盟的外交官员也承认 奥班已经成功地为所欲为 将匈牙利的利益 置于挫败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 一名欧盟外交官员甚至表示 如果你看整个事件 匈牙利获得最多 而且将整个欧盟都当作人质 奥班在Facebook上也幸灾乐祸地表示 达成协议 匈牙利免于石油禁运 另外一个方面 欧盟目前对俄罗斯制裁的手段 似乎已经用尽 根据欧盟支委会资讯 正式名称为限制措施的制裁手段 经欧盟通过可裁型的方法超过了40个 不过从人流金流物流到资讯流 欧盟对俄罗斯寄出的手段几乎就要用光 如今的第六波 已经被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称作 对俄罗斯终结这场战争的最大施压 这些制裁何时能够收效 接下来还有什么办法 想必会让决策人士伤透脑筋